哈喽大家好我是Mensan 欢迎来到 甲虫成长系列的第二集 今天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的这个 之前这一罐 因为我这罐是用这种 我没有用盖啦 这边 你看我又缩在绑着罢了 虽然泥土就有一点干了 我怕那个虫就是 会有问题啊 太干得它死掉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新房子 就 加多一点土 然后不要让它这样干 因为最近我有碰水 只是还是会干 然后我们顺便来 秤这个体重 我有买一个秤体重的这个 OK 我们先把这个 虫倒出来先 来请出我们这个是抹的 把酒出来 不懂还活着吗 我怕那个土太干 还活着还活着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干嘛 在这边 这边是个母虫 我们来秤一下这种量 这个重量是多少 这个重量是14克你们看 OK 我现在把它们快速换土一下 这边的土原来还没有自私啊 是我误会了 我这边土我就给它压平 然后就把它送下去 我以为土太干了 我就快点 把它买一个家 然后把它放一个大房子 不过也好啦 放一个大房子 就是可以让它长得比较大致嘛 瓜哥 你这样有点生气哦 因为我把它掏出来 OK 这边的土也是蛮多的 这边 然后把它送回去它的家 来 回去吧 回去吧 等一下 来 回去回去 OK 这个虫应该是 有点受到惊吓吧 可能 它做得太舒服 原来是做得太舒服啊 我以为太干了 因为我看上面很干 它现在就 慢慢的转回去土里面了 这样 这一集是有惊无险啦 因为我是第一次养嘛 所以这边就 这个是第二集的这个 就是我的甲虫的情况这样啦 剩下四只都还不错 有一只那只 free的那一只 它长到蛮大只哦 比之前大 差不多有一个一倍样的 如果喜欢这个戏的话 就记得继续收看 如果喜欢就在下面点个大 喜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多可爱啊 这个小虫 呵呵 这边 对